气势十足的泰谷表演展开表演序幕 台东县利新生幼儿园 也就是过去的台东县利托儿所 陪伴许多小朋友共同成长 今年已经是第60个年头 在60岁生日的同时 第60届的毕业典礼 小总统报到月无晚会 在5月23号晚上热闹展开 县长黄建廷 历任的园长 以及曾经担任所长 三十几年的前任所长陈阿兰 都前来参与这欢乐的一刻 新生幼儿园 真的是一个非常杰出的 幼教的团队 真的这些年来 我们看到 我们幼儿园在 这个团队的经营 努力之下 我们都可以非常放心 家长们也 非常的配合 刚刚听到了 这个家长会也是一个非常支持 非常团结的一个家长会 所以我相信 新生幼儿园 真的是这些年来 已经为我们培育了很多 我们台东优秀的子弟 各位家长 幼儿园跟家庭 就是一个乐团 我们一起合奏 为孩子 幼儿园扑出人生最美妙的肖像夜区 我也希望我一我原 跟所有家庭亲密的结合 就像彩虹一样 不管你扮演绿色 我扮演红色 我们多足融合 多种色彩 让我们的孩子 就像天边的彩虹一样 美丽动人 我们的园长 非常地认真 很办得 成绩很好 园长的领导之下 我们台东县 真的成绩很优秀 园长的认真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那其实有园长跟老师的认真 家长更是最大的一个支持者 我觉得说社会教育 学校教育都很重要 其实家庭教育更重要 除了许多贵宾的祝福 还要感谢老师们为教育的奉献 让孩子们能够有完整的学习环境 快乐的成长空间 让他们有展现自己的信心与能力 欢乐的晚会会散场会结束 但是这场欢乐的表演经验 还有学习过程 在孩子的心里永远不会忘 东台新闻范耀玲黄欣平 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